早安 今天是來到Jasper的第二天 然後呢 我們今天早起來這個 Valley of the Five Lakes 就是呢 這邊會有五個湖 然後呢 每一個湖因為 深度都不一樣 所以呢 都會呈現不同的 藍跟不同的綠 I noticed you really like filming me vlogging Why 其實很快就感覺 才剛來 明天就是最後一天了 好我開始喘了我要專心的爬了 快到在 帶你們看囉 我們到了第一個Lake了 淺綠色 好美好美好美 天啊 到了第二個湖了 長得很像Pakman的一個湖 這個湖 就很明顯 水位很低 但是水中的那個 反光也是蠻漂亮的 到第三個湖了 這個紅色的椅子 有沒有有點熟悉呢 聽說在加拿大的國家公園 都會有這個紅色的椅子 都會有這個紅色的椅子 The Red Chair Program 我們來到了第四個湖 趁太陽還沒有 在正上方的時候拍 顏色應該會比較顯 顏色應該會比較顯 最後一 我們下山了 現在是剛爬完我們第一座山 然後看到了五個非常美麗的湖 接下來呢 我們要再去挑戰一到兩個 Hiking Trail 今天的Vlog可能大多數都是 以爬山為主 先進下一站 我們來到了第二個點 Maline Canyon 聽說這邊有很多橋 然後也是一個峽谷吧 走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再開車去Maline Lake 就是它的湖 這次我最失策的就是 忘記帶防蚊液 真的是一直被各種大小的蚊子攻擊 所以建議大家要來玩的話 記得帶防蚊液喔 這邊叫Maline Canyon 那Maline什麼意思呢 就是法文的Evil邪惡 就彩虹咧 我們結束了Maline Canyon的 健行了 我們現在呢 要前往Maline Lake去看它的湖 我覺得這邊的峽谷跟Johnson Canyon不一樣 這邊有點像是 我之前去林陽谷的時候的那種深度 我覺得更壯觀 那我們就前進去Maline Lake看一看囉 走 我們到Maline Lake了 爬完一早的山 現在非常舒服的在湖邊吹吹風也是不錯 這邊的湖可能從我現在的角度看就沒有今天早上的那麼的藍 但是是很開闊的 這就是那個非常可愛的Boathouse 然後沿著湖邊呢 也是可以像上次Lake Louise那樣子 就是繞著湖邊走 早安 今天是加拿大行的最後一天了 其實蠻不捨得的 因為風景真的太美了 而且氣溫又很舒服 但是現在火很冷 因為我們來到這個叫做iField Parkway 它有一個冰河嗎 是這麼講嗎 應該是冰河 我身後有這個玻璃做的一個walkway 好像是離下面的峽谷距離兩百多米 其實沒有我想像的可怕 因為它沒有那麼的透 而且我們有看到山羊 是山羊嗎應該是吧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他們有這麼好的平衡嗎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次的加拿大之旅就在此結束了 這次去了Vancouver 去了Banf跟Jasper 國家公園 非常非常推薦大家 一定要來這邊 真的是 非常的美 每個轉角都是一張明信片 那下次的旅途 再帶大家一起去囉 下次見 我們在馬路邊又看到一隻熊 他在吃花朵 好可愛喔 Oh my god 他在我們車前面 Oh my god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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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兒 我們在這兒 我們在這裡 可以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